我买了一个日版的任天堂Switch 从日本发到北京 用了30多天 现在还没收到 估计明后天能到 那这些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给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买的是日版的PS5 或者日版的XSX 或者后一样 任天堂Switch也是日版的 或者是日版的其他数码小硬件 要转运到国内 而且是直游的方式 可以参考我的这个视频 下面正式开始 这是完整的物流订单 我们从下往上看 右侧是重要节点 我是2022年5月31号 晚上20点下的单 然后第二个节点是待发货 是6月7号过了一个礼拜 然后下一个节点叫急货仓 这是6月30号又过了6天 从我下单到急货仓 用了13天 这时候还在日本 而且还没有正式的发货 然后再往下走 这有一个叫干线提货 这是6月16号 那距离我购买呢 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这个干线 我估计应该是日本的物流公司 提货时间是6月16号 那6月17号的下午5点吧 飞机从日本起飞 然后到了晚上8点17分 就到达了郑州 这是物流还是很快的 真正也就用了几个小时 它的提货是前一天 6月16号 17号就到达了郑州了 才用了两天 但是这个到达国内之后 要进行静置消杀 7到10天 从6月17号到6月30号 整整用了13天 这段时间一直是静置消杀 6月30号是个星期四 下午2点消毒已完成 清光公司已提货 过了一个多小时 15点31分 您的订单清光已完成 等待配送 然后到达了晚上8点 已经开始揽收 这是国内快递 到晚上10点多 已离开发往北京 已全面消杀 现在物流提示 7月4号之前能到达 也就是说 整个时间算下来 一共是30多天 这里面花时间最长的 就是静置消杀 用了13天 还有一个就是 从下单到集货舱 也用了13天 这两块就占用了26天 剩下的 我觉得时间算是正常的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关于我买的这台 任天堂Switch 回头我再和大家分享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